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來到景臨村景女樓 一個實用面積355呎的單位 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這個單位的負責人Alice 在我旁邊就是這個單位的設計師Nelson 原先的業主有一個一房間的間場 新業主收到樓之後 就把原積的一房間隔拆除了 就用傢俬和三趟的玻璃吊燙門間場 就變成一個兩房間隔了 這個單位是全屋基本上重新做過的 包括水電 泥水 油漆 甚至鋁窗都是重造的 那我交給我身邊的Nelson 他先講講這個單位的傢俬設計部分 如果你都有裝修和設計的需要 可以電話或者WhatsApp去5611884 又或者按入影片下面的連結 就會有裝修顧問和你聯絡跟進 喜歡我們的頻道 就記得like comment和subscribe 大家好 我是Nelson 可以見到我身後這房間 有一個大門 業主就選了一個深飛色的大門 去搭配深飛色的地下 在我的右邊 這裡又做了一個獅子櫃 用了一個淺色的木紋 中間的位置的高度 都遇到很高 可以擺放袋子 這個位置 在我的座手邊 可以見到一個一大組的鑑場衣櫃 這裡是尾道頂的 後面就是鑑在一間房間 這邊向廳的這個位置 就做了一個大的儲物櫃 跟著中間這個位置 就做了一個電視櫃 下面就有一個薄身的 後面的話是給房間用的 這個就是雙面櫃 下面給業主 他平時會買零食 他會放在下面的 上面就用了玻璃 透光的 可以放在一些展示櫃 上面這裏透光 因為業主要求 擔心裡面太暗 他沒有窗 就留了一個位置 沿著那條浸位 開始做過透氣的一個網 那個格 上面就可以擺放 那個MODEM 那些線路就比較好些 這裡由手邊 冷氣機會把這個位置 到時吹的時候 就會吹到廳和房間 這個位置 你看上去就好像一座櫃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緊門 開不到人 主要都是裏面做一個衣櫃 在大門口直入 原積這裡就有一個間場 我們就把它拆了 現在就變成一個水波紋的三折托門 可以兩邊開 既可以保持私隱 亦可以令到客飯廳透光 進入房間的位置 這裡就做了一張梳妝桌給護主 這裡也可以擺放一些小飾物 這裡當然配備一個衣櫃 這裡後面就是一張四尺床 大家可以看看 冷氣的安排 在這間房間 將會用一個窗口機 而中間位置 其實是一個窗口式的分體機 我們做鋁窗的時候 亦都配合間隔位置 放一個散熱 大家會看到 其實那個木殼 就是修飾了一條喉 一直這樣 帶出來客廳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一個出風位 吹出來就會是另外一間房間 就可以客廳和間隔的房間 裡面也會有冷氣 這一大組的間長衣櫃 帶大家看看其實後面是什麼 正正就是我右邊 這裡有一個暗門 暗門的位置 這裡就是另外一間房間 這裡後面是一張四尺的床 也挺寬敞的 這裡是一組的全高衣櫃 很多的儲物空間 而這裡就是一個可以伸縮的 亦都配上了感應燈的書桌 這裡將來會放一張椅子 如果不用的時候 放上去 這裡的空間也會寬闊一點 在左邊的位置 就是廚房位 其實原先這裡有一幅長身的 我們就把它拆開了 現在移出一點 就可以放一個比較大小小的雪櫃 因為業主都喜歡煮食 所以一個大雪櫃來說 對於它來說都很重要 再進入廚房的位置 這裡是一個煮食爐 抽油煙機 這裡就有一個很多的桌面 可以給它將來準備食物 這裡就是一個星盤位置 其實上面有一堆的喉管 我們就做了一個吊櫃木殼 就將這些喉管 各樣其實就修飾了 在我身後面就是廁所的位置 又是經常看到它的PD門 開關半隻 帶大家看看洗手間的位置 洗手間的左邊 其實我們做了一些改動的 原積這個單位是沒有那麼大的 但是我們就把牆身 向客廳推出了接近兩尺 就做到現在大家看到一個 接近三尺乘三尺的 棋缸的空間 配上鏡櫃和地櫃 來吧 而右手邊呢 白色這個鋁殼 就將大家都不太想見到的 那些公家壺就包實了 想知道更多關於 裝修工程的資訊 那就要記得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